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我神经久长老今天很荣幸,上帝对我实在太好了,给我有这么一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我们的经文,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请我们来看。 我们这个圣经宇宙大学,今天要推荐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我们这个安息日课程,安息日课程今天在我们要开始之前,请大家来跟我做一个祷告。 主耶稣基督,你是万能的主,主呀,你的爱实在太伟大了。 我们实在是不配来侍奉你,主呀,今天非常的感谢你,希望你能跟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够学习。 这个经文里面,在安息日课程,使我们知道,你觉得我们应该知道的。 谢谢你,谢谢你,我这样的祷告,奉主基督的名,阿们。 好,我们再来,你们这个有课本的,就把课本打开。 我们来到第五章,第五章,这个第五课,这个题目是七印。 七印,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看看这个有七卷的书。 那七卷的书,就封住了。 那用这个印来盖,封住了,表示说封住了。 那还没打开,那今天我们要来看,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是一位最合格的这个人来打开。 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这个,他牺牲,他牺牲了他的生命,为了要救赎我们。 那他这个,就等于这个书卷里面的信息,就是很重要的。 就有关主耶稣基督,就有关主耶稣救赎的情况。 那这个书卷里面呢,这个书卷只有主耶稣,才配合来打开。 那我们这个经文,我们经文这个纯行节,今天在这个启示录第五章第九到第十节,请我们来看。 你配那书卷,你配拿书卷,就说主耶稣是配拿书卷。 配借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 就用他的血,来做这个代价,买了我们,叫他们归于上帝。 目的就是要大家归于上帝,要叫他们成为国民,成为上帝的国民,再回到上帝的国土去。 作祭司归于上帝,在地上支掌王权。 这就是启示录第五章第九到第十节。 这边说,启示录六章结束第四第五章的场景。 。 后者,显明基督是配打开封住的书卷的,因为基着得胜的生平,已受死。 主耶稣是得胜的,那他重新得回来亚当所拾弃的一切。 亚当所拾弃的一切。 那主耶稣就把他拿回来,拿过来,把他重新给我们这个人类有机会再转回来。 要不然的话,没有主耶稣的话,我们就根本没有希望。 可是呢,主耶稣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那现在,他准备打开书卷的七印,将救赎计划完成。 因为这个书卷里面有这个信息,这些信息当然有提到过去的历史记载的过去的事情。 那还有就是说,现在和将来是怎样。 所以书卷里面的含义都在里面。 那这样的话,书卷对我们非常的重要。 因为尤其在这个书卷打开,让我们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 这样的话,我们算是很有,怎么说呢? 平常的话来说,就是很有运气。 其实是上帝对我们的慈悲,才给我们有这么一个机会来看看, 这个书卷里面所讲的是什么。 那书卷里面所讲的一部分就是给我们知道说将来什么事情要发生。 就是说有很多苦难啊,有很多痛苦,有很多干扰我们这个生活,这个生命啊。 所以这个,在主耶稣基督要复临之前,很多痛苦的事情发生。 那主的应许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忍耐,能够克服到最后,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算是得胜了。 是这样。 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 那这边说,他重新得回来亚当所失去的一切,就是这个希望我们能够按照他的教导。 那这样的话,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等于就可以得回来。 那这边说,五旬节,五旬节标志,说福音开始广播广传啊。 基督徒基督,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就说,在主耶稣开始升到天国去的时候,他跟这个,他们的,他这个的门徒啊,就啊,就吩咐了,说你们还不要到哪里去。 就是说,要等这个圣灵的来到。 等圣灵的来到,然后呢,他们就在这个楼上啊,在一个家里的楼上,在那边等待。 等待结果呢,圣灵真的来了。 那圣灵真的来了,他们就充满每一个,呃,信徒都充满了这个,呃,这个圣灵。 充满了圣灵,就啊,他们就很,呃,很认真的,他们就很刻苦的,到各地方去传,去传道。 那这样的话,那那个时候就,呃,呃,呃,就得到很多很多的,这个,这个,这个属灵啊。 呃,这个,这个,很多人就来接受主耶稣,啊,很多人,呃,呃,上千,呃,上千,上百的,都来接受主耶稣。 这样,这样是上帝的计划,上帝计划就是说,在这个末日的时候啊,要更多的人来接受他。 那,呃,呃,呃,这次算是一个最后的机会。 所以,这个主,主上帝啊,主耶稣啊,他们的计划,主的计划,主的安排啊,都是要我们每一个,每一个人都能有机会来听到这个好的信息,来听到这个救赎的信息。 啊,这样的话,我们还有机会来悔改,是这样。可是呢,我们不能再等。我们不能再等。因为,啊,主耶稣基督的福灵,啊,什么时候要来到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不管怎样,上帝是给大家一个最后,算是一个最后的机会。啊,是这样。 啊,那么,这个书卷打开了,就给我们看到说,啊,这个将来的这个,这个什么事会发生。 那,我们,啊,我们,啊,看了,我们就应该警觉,应该警觉,应该相信,啊,相信主了。我们就悔改来相信主。这样的话,啊,这样的话,啊,这样的话,重此,那,主耶稣要复灵,什么时候,我们都算是已经,啊,有准备,是这样。 那,那,这边说,这个,啊,这个,啊,这个,要理解七应,啊,七应的这个含义,啊,就离不开,九月中违背圣月所引致的走主。啊,这边就是说,这个,啊,在九月里面也提到过。 啊,可是呢,我们就要,啊,直接的,啊,来这个,来这个,来把这个经文,来读一下,来看。 啊,在这个,在这个启示录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开始,这个关于七应,啊,这边说,啊,我看见高阳揭开七应中的第一应的时候,啊,那,啊,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一个活物。 我们过去上次,也有,啊,也有,啊,也有,啊,跟大家,啊,跟大家,啊,跟大家那个,那个,那个,言读过,就说,在那个,上帝的圣所,有这个四个,四个,四个,四活物。 那现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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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啊,的,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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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啊, 啊,看见有一个,啊,啊,四百马,啊,骑在马上的,啊,那拿着公,啊,啊,并有官,官免,赐给他。 他,他变出来,这个,这个,这个第一个,啊,第一个,啊,第一个这个印,啊,第一个印就说,有看到这个, 这个有一位骑白马的,那这个表示说,这个代表,我们这个,啊,象征啊,象征代表说,那个,在,啊,五旬节的时候,那期间,就,啊,这个白马,做白马的,白马,当然这个白,白色,就代表,这个纯节,代表这个,啊, 啊,这个主的,啊,这个主的,啊,主的,的音,的音,的音,啊,主的音,啊,主的音,啊,要传,传出去,啊,要传,传出去,啊,要传,传出去,啊,所以这个白马,做白马的,算是,在那个, 啊,这个,啊,这个,啊,啊,这个啊,这个ase,啊,这个,啊,这个 Kolbic Punk。 啊,这位随 啊,啊,uminknow server. 啊,第一,第一,第一印,第一书卷,算是第一书卷,打开来啊,啊, а cửc, and así joining the second chapter,啊, 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那我们知道红的是代表雪,代表雪的话就有权柄改了, 那起码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有雪,要流雪,当然要战争,要互相争夺,所以要流雪,是这样,有权柄改了那,那起码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就没有平安, 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刀赐给他,所以在那个时期呢,这每一个书卷打开出来,都代表一个一个时期, 就在这个,在这个,教会在这个传导的这个,一个一个时期,那是这样,那么,揭开第三印的时候, 然后,我所听第三个活物时,你来我就观看,看见有一匹黑马,你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啊,拿着天平,这个来称一称,是吧? 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千银子买一声麦子,一千银子买三声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 这个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在那个时代啊,在这个,第三印的时候,就那个,就算是说,这个,很多,很,这个,用品,这个,粮食啊,都很贵啊, 这个,那个,生活是过得非常地痛苦,非常的贫穷啊,这个,就代表这个时代。 然后,第,第四个,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我们来看。 第三,第四印 第四印中马的颜色是以希腊文来描述 这个马的颜色 第四印就一种尸体腐烂时所呈现出的清灰色 那这个颜色不算是好的颜色 其在马上的就是明字叫做死 同时应付及死亡之地也跟着他 他们有权柄可以用刀剑 击方死亡和野兽杀害地上 所以这个期间也不算是一个好的期间 那都只有好的开始 可是一向来就不是战争 就是缺乏粮食啊什么 都经过很痛苦艰难的时候 那这边好消息是死亡与阴间的权势 既为有限 他们被服役的许可权只是世界的一部分 耶稣向我们保证 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这个耶稣讲了说他有阴间的钥匙 所以我们靠了主耶稣 我们就不害怕 因为主耶稣有这么一把钥匙 那么这边揭开 这边说 揭开 揭开第七印的场景 表述的是教会的未来 七印与七教会一样 也是对应着基督教历史的不同时期 在使徒时代 福音信书地传遍了整个世界 随之而来的便是遭受罗马帝国迫害的时期 是这样 所以这个第三印是指西元第四第五世纪的那个时期 是这样 那么我们再看下去 就是说 揭开第五印 第五印此处将上帝忠心受逼迫之明的寻道 比喻成请道在地上圣所 祭坛脚下的牺牲之血 那么上帝的指明因公义而受害 因公义很多 因公义而受害 因对福音的忠诚而受死 他们呼求上帝 请他借入为他们深渊 为他们深渊 这段经文讲述的是地上的不公平 并不是要表明人死后的状态 这些人似乎并没有享受着天国的极乐世界 寻道的圣徒们被施以一征基督公义的白衣 这就是上帝为他们所做的遍复 他的礼物是给那些接受他恩典的人 那接受恩典的人就不管死 不管活着都得到了上帝的礼物 那么这个 还有就是说他们上帝 上帝指明 上帝指明得以完全是靠着基督的 得意袍 那么这个第五印的这个场景 对应历史上宗教改革之前和之后的时期 这个第五印是在那个宗教改革的那个时候 那么在此期间 内数百万基督徒因中心而寻道 这也使人联想起整个人类历史中 上帝指明的痛苦遭遇 从亚伯开始 直到上帝最终报了流布人血的仇 那么这个揭开第六印 第六印我们从五印中可以看到 上帝的指明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上 遭受着不公正的对待 他们恳求上帝为他们伸焉 现在到了上帝回应 他指明的祈求 那么这个 他这边说 一言了第六印的最后三个招头 他们会在大肯难 临近结束的时候发生 作为是基督复灵的先招 正如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中 基督所一言的那样 太阳在基督复灵之前 就有这个招头 就是说太阳、月亮、星辰、流星和天空 这种都是持致命的意义 就是说这个在主耶稣要来临的时候 这些招头都会发生了 就是太阳要被遮挡了 月亮也要不光亮了 这种还有就是说地震啊什么 这都是招头 都是表示这个主耶稣 复灵的快到的时候 那么这边 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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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场景正式描述了各个阶层的人民 警方试错 试图躲避基督 福灵时所引发的令人恐惧不已的剧变 他们哀求大三 就说在基督来临的时候 这些不信徒 不是信徒都是经方了都是要躲避了不敢迎接这个耶稣的来临 是这样 那么这个我们这一个这第七第五课啊就做一个总结论 就是说给我们知道说这个开始的时候就我已经跟大家讲了 开始的时候就是到现在 我们就应该记住这个机会啊就赶快的把这个福音传出去 因为这个那个痛苦的时候就快来到了 因为像这个书卷一卷一卷打开 很多很多很多不好的事情 很多苦难的事情都要来临了 这当然表示说主耶稣的父灵也快到 可是我们还还活着的 必然会要经过这一度的苦难 那么你这个在这种苦难的生活当中 你能不能坚持的相信主呢 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一个问题 所以不管怎么样 这个七阴的这个书卷打开了 让我们知道说 这个痛苦的日子就快来了 因为其后就是主耶稣的父灵就来到 如果我们学了这个课程 我们就说要提醒自己 就现在是最后一个机会 请大家把握这个机会 请大家赶快来信主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个 这个主的这个白衣 我们可以算是这个天国的一份 所以如果我们还活着 如果主耶稣来到的话 当然是最好的 因为我们就马上可以跟着主耶稣 一同到天国去 那如果我们明天死去了 我们也有一个保障 如果现在今天来把你的身心都交给这个主耶稣 这样的话 你的机会 虽然你死去了 主耶稣说 我是复佛的 如果相信我的 虽然他死去了 还会复佛 是这样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第五课 这个七阴的这个消息 的这个好消息 好谢谢 谢谢